狗 狗的平均寿命大概是12岁到15岁 狗的一岁相当于人的7岁 所以一只10岁的狗相当于70岁的人 很少有狗能活到20岁 随着年纪的增长 狗的平均寿命大概是12岁到15岁 狗的性格也会发生变化 当你发现狗狗越来越爱睡觉 越来越不粘人时 不要责怪它 它只是老了 该你了 狗 狗的平均寿命大概是12岁到15岁 狗的一岁相当于人的7岁 所以一只10岁的狗相当于70岁的人 很少有狗能活到20岁 很少有狗能活到20岁 随着年纪的增长 狗的性格也会发生变化 狗的性格也会发生变化 不要责怪它 狗的平均寿命大概是12岁到15岁 狗的一岁相当于人的7岁 所以一只10岁的狗相当于70岁的人 很少有狗能活到20岁 随着年纪的增长 狗的性格也会发生变化 当你发现狗狗越来越爱睡觉 越来越不粘人时 不要责怪它 它只是老了 该你了 狗 狗的平均寿命大概是12岁到15岁 狗的一岁相当于人的7岁 所以一只10岁的狗相当于70岁的人 很少有狗能活到20岁 随着年纪的增长 狗的性格也会发生变化 当你发现狗狗越来越爱睡觉 越来越不粘人时 不要责怪它 它只是老了 小狗的声音 小狗的声音 亢免 大小狗的声音 那是 谢谢大家! A型血型的人有不一样的性格 通常人们认为 A型血的人比较谨慎 B型血的人比较勇敢 O型血的人善于社交 AB型血的人特立独行 你是哪种血型? 你相信血型和性格有关吗? 该你了! 血型 血型有 A型 B型 O型 和AB型 有的人认为 不同血型的人有不一样的性格 通常人们认为 A型血的人比较谨慎 B型血的人比较勇敢 O型血的人善于社交 A型血的人特立独行 A型血的人特立独行 血型 血型 血型有 A型 B型 O型 和AB型 有的人认为 不同血型的人有不一样的性格 通常人 通常人们认为 通常人们认为 A型血的人比较谨慎 B型血的人比较勇敢 O型血的人善于社交 A B型血的人特立独行 你是哪种血型? 你相信血型和性格有关吗? 该你了 血型 血型有 A型 B型 O型 和AB型 有的人认为 不同血型的人 有不一样的性格 通常人们认为 A型血的人比较谨慎 B型血的人比较勇敢 O型血的人 A型血的人 善于社交 A型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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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立独行 特立独行 你是哪种血型? A型血的人 特立独行 你是哪种血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五大洲、四大洋 地球上有五大洲 分别是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 最大的洲是亚洲 四大洋分别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 北冰洋 太平洋占49.8% 该你了 五大洲、四大洋 地球上有五大洲 分别是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 最大的洲是亚洲 四大洋分别是 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 太平洋占49.8% 五大洲、四大洋 地球上有五大洲 地球上有五大洲 分别是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 最大的洲 最大的洲是亚洲 四大洋分别是 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 太平洋占49.8% 太平洋占49.8% 该你了 五大洲、四大洋 地球上有五大洲 分别是 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 最大的洲是亚洲 四大洲 四大洋分别是 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 太平洋占49.8% 太平洋占49.8% 地球上有五大洋 占49.8%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 男性22岁 女性20岁 英国无论男女满16岁就能结婚 韩国未满20岁时 经父母同意也能结婚 德国和美国18岁可结婚 俄罗斯和希腊满14岁即可结婚 伊朗9岁就能结婚 结婚年龄 每个国家的法定结婚年龄都不一样 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 男性22岁 英国无论男女满16岁就能结婚 韩国未满20岁时 经父母同意也能结婚 德国和美国18岁可结婚 俄罗斯和希腊满14岁即可结婚 伊朗9岁就能结婚 该你了 结婚年龄 每个国家的法定结婚年龄都不一样 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 男性22岁 女性20岁 英国无论男女满16岁就能结婚 韩国未满20岁时 经父母同意也能结婚 德国和美国18岁可结婚 俄罗斯和希腊满14岁即可结婚 伊朗9岁就能结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一个饲养员 在动物园工作 我饲养着四只黑猩猩 每天给它们喂食、洗澡、打扫 大猩猩食量很大 一只雄性大猩猩 一天能吃掉25到30公斤的食物 一天六个小时都在进食 几乎不喝水 黑猩猩和人一样会做各种表情 通过它们的表情能知道它们的心情 该你了 饲养员 我是一个饲养员 在动物园工作 我饲养员 我饲养着四只黑猩猩 每天给它们喂食、洗澡、打扫 大猩猩 大猩猩食量很大 一只雄性大猩猩 一天能吃掉25到30公斤的食物 一天六个小时都在进食 几乎不喝水 黑猩猩和人一样会做各种表情 通过它们的表情能知道它们的心情 饲养员 我是一个饲养员 在动物园工作 我饲养着四只黑猩猩 每天给它们喂食、洗澡、打扫 大猩猩食量很大 一只雄性大猩猩 一天能吃掉25到30公斤的食物 一天六个小时都在进食 几乎不喝水 黑猩猩和人一样会做各种表情 通过它们的表情 能知道它们的心情 该你了 饲养员 我是一个饲养员 在动物园工作 我饲养着四只黑猩猩 每天给它们喂食、洗澡、打扫 大猩猩食量很大 一只雄性大猩猩 一天能吃掉25到30公斤的食物 一天六个小时都在进食 几乎不喝水 黑猩猩和人一样会做各种表情 通过它们的表情 能知道它们的心情 是很高的 那是不喝水 还是不喝水 有点满水 紫血 Fang 马拉松 马拉松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长跑比赛项目 分全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四分马拉松三种 全程马拉松距离大概为四十公里 半程马拉松距离大概为二十一公里 四分马拉松一般长跑距离在十到十五公里之间 该你了 马拉松 马拉松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长跑比赛项目 分全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四分马拉松三种 全程马拉松距离大概为四十公里 半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马拉松 马拉松 马拉松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长跑比赛项目 分全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四分马拉松三种 全程马拉松距离大概为四十公里 半程马拉松距离大概为二十一公里 四分马拉松 四分马拉松 一般长跑距离在十到十五公里之间 该你了 马拉松 马拉松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长跑比赛项目 分全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四分马拉松三种 全程马拉松 全程马拉松距离大概为四十公里 半程马拉松距离大概为二十一公里 四分马拉松 四分马拉松 一般长跑距离在十到十五公里之间 该你了 四分马拉松 对 四分马拉松 感谢观看 小偷 我是一个小偷 我喜欢偷东西 我偷过自行车 手表 钱包 还有手机 我不是因为穷 才去偷东西 而是因为偷东西 能给我带来快感 偷东西 非常刺激 越紧张 越开心 我知道偷东西不好 但我戒不掉 该你了 小偷 我是一个小偷 我喜欢偷东西 我偷过自行车 手表 钱包 还有手机 我不是因为穷 才去偷东西 而是因为偷东西 能给我带来快感 偷东西 非常刺激 越紧张 越开心 我知道偷 我知道偷东西不好 但我戒不掉 小偷 我是一个小偷 我喜欢偷 我喜欢偷东西 我偷过自行车 手表 钱包 还有手机 我不是因为穷 才去偷东西 而是因为偷东西 能给我带来快感 偷东西 非常刺激 越紧张 越开心 我知道偷东西不好 但我戒不掉 该你了 小偷 我是一个小偷 我喜欢偷东西 我偷过自行车 手表 钱包 还有手机 我 我不是因为穷 才去偷东西 而是因为偷东西 能给我带来快感 偷东西 非常刺激 越紧张 越开心 我知道偷东西不好 但我戒不掉 但我戒不掉 以后 能让我们赏 钱包 警察 我是一个警察 我负责抓小偷 今天抓到了一个小偷 他在公共汽车上偷了一个人的钱包 这个小偷很特别 他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不像小偷 他说偷东西时又刺激又开心 我真不理解这是什么心态 该你了 警察 我是一个警察 我负责抓小偷 今天抓到了一个小偷 他在公共汽车上偷了一个人的钱包 这个小偷很特别 他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不像小偷 他说偷东西时又刺激又开心 我真不理解 我真不理解这是什么心态 警察 我是一个警察 我负责抓小偷 今天抓到了一个小偷 他在公共汽车上偷了一个人的钱包 这个小偷很特别 他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他说 他说偷东西时又刺激又开心 我真不理解这是什么心态 该你了 警察 我是一个警察 我负责抓小偷 今天抓到了一个小偷 今天抓到了一个小偷 他在公共汽车上偷了一个人的钱包 这个小偷很特别 他看起来 他看起来 斯斯文文的 不像小偷 他说 偷东西时 又刺激又开心 我真不理解 这是什么心态 我真不理解 是什么心态 刚才是我们这一时的 那些什么心态 是你 你是我 很生气 这就是这个真正的 我可以吃 那眼看起来 我不像个青春 去看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